大家好,歡迎收看堅仔冷馬精選 又是我們的波馬二人組 又是我的拍檔波仔和小弟馬蕭蕭的 這個星期日就會是香港經典杯 同日也有一場三班的二千米賽事 也都是這些四歲馬爭奪打給入場券的最後機會 至於說最後機會 現在也有一個最終的機會 就是這個信用卡免息分期 每個月183元就可以用堅仔24個月的所有功能 沒錯,今年雙春兼潤月2月29日的時間 今天就是最後限期 不論你是原有的用戶去續雙年費 以及新用戶去購買雙年費 都可以用到免息分期183元 對,詳情可以WhatsApp或者打電話 去55361016和同事聯絡 另外,今早也有一個最新的消息 就是朗朗乾坤 怎樣?怎樣? 那個前途或者前程已經初步公佈了 他繼續決定在香港服役 不過是要禁賽四個月的 如果給你禁賽四個月,你會怎樣? 有充足的新鮮感就不會再厭戰了 OK,但要符合做些什麼? 要試五個閘之前 首先要有兩次的出閘測試合格 然後才可以參與正式的試閘 這次就不是多次合格了 它有標明到五次連續試閘合格 才可以繼續出賽 而那五次試閘當中 要包括兩次的1600米閘 因為它在1400米有個記憶 但香港沒有1400米閘 最多都是1600米閘 所以也要在1600米閘 有兩次的合格才可以再跑 後知後覺也好 或者不知不覺 總之也有連番試閘 就算試了,試了給你看 到時候出賽的時間 大家就再去定奪 但也要條條長路 你說禁賽而已 但也要在這段日子裏做 有沒有決定要隔四個月才做 沒有限定的? 沒有沒有 總之不給你報名 那四個月當中 而且萬一它在出賽的時候 再次立地成佛 或者立地成佛之後 慢慢走出來 它之後的 在香港的競賽生涯 都會完結的了 祝朗朗乾坤 叫做復原過來 不要再有這些老毛病 其實當年我的外區 不甘列馬 它不肯入閘都搞了半年以上 它沒有害人 希望它沒有令到投注者蒙受損失 是 有這麼說 它上一次的出賽 都不是故意上線大家的 沒錯 但是它已經兩次了 所以起碼你也沒有搞 搞一年半了 你也不用再出來 沒錯 又或者你會當它不行 那就想小隻 到時候再算了 說回昨晚的賽事 昨晚的賽事好像有點黏黏 地上有些有得追效的時間 都普遍偏慢 是啊 好像說臨場也有少少乳粉灑了下去 那些時間 簡直好像是一些黏地的時間 我自己抹下都介乎於 很像黏的了 因為臨場的時間 就是我們冷馬之一 電源之軀 我覺得增添一些機會 因為它下雨是可以的 再加上場次 例如戰鬥英雄 方塘武士 甚至乎美翔 多利神區 這些都是曾經在雨戰裡面 跑得好的 他們都可以跑到 即是他們都比較少入圍 例如多利神區 戰鬥英雄 反覆一點 昨天入圍 都可能關少少場地的事 是啊 沒錯 還有蘇惠賢搞那些 鑽倉馬 真的好像有一手一樣 這麼貴 是 這個多利神區 這隻巴西仔 都給它 好像都 納入正軌的進度 其一 還有出自一個不錯的組別 待會去到 濫馬精算的場合 都會說得到 如果說跟進馬來計 我選了 在第六場 四班千二 時尚風賽這隻馬 相信就不需要跟進 它升三班 它還是有少許自亂的 太陽天盤 怎麼安排 我覺得這隻馬 跑法很殺食 哇 放在這麼前 它還要不是一隻短途馬 省了時間 希望繼續發光發熱 我選了一隻 就是金莊領 爬了十一檔 看看它起步 昨天這場馬 就想著時尚風賽可以賺步速 我次選擺金莊領 但是起步它不慢 但是外面那隻陳家喜的紫色衣 人有紫色 你有紫色 那隻積極很多 我畫錯了一幅圖 就哪裏都不用去 金莊領 一足足到尾 還要慢個好戰小子 結果 你試幻想一下 金莊領在季初 擺在前面 是可以入圍的 而 這個 戰鬥英雄那個位 就是金莊領 可能賽果已經改寫了 好了 看看這一場的 頭二三馬 就沿路在前面 是倒被撕回來的 就是二十一三 這隻 入圍直路還以為 我們舊愛區金鼓齊聲 有沒有機會過得到 那隻戰鬥英雄呢 那潘頓這場 有出大力了 這場 它本身也是三疊 先天上都真的 走蝕了腳情 好了 看看你金莊領 頂到第七疊 就踏出去最外檔 步速方面 四十七秒七九 比表演時間慢了 差不多秒四 你當場地偏慢一點 就調回去 但是呢 它一直持續 在大岸檔裏面 是追上來的 在它前面 新政馬 他們的電信飛車 又或者田草千四 近的沙漿金剛 都是在上一位置回來 現在我拍片的時候 就不知道它有沒有減分 不過有時候都很鬆手 好像剛剛 上個星期日 有一隻滿歡笑 六十二分 慢步速十四檔流後 最後呢 原來減了兩分 嘩 幫一下Michael 看來平榜完都想 看來平榜完都想 等等 有機會跌下去 四班跑 金莊領呢 這一局就四十九分 不知道會不會減到一至兩分 看看它呢 上季 六十一分 和金慈去上名 不要算那麼遠 季初 在五十六分 輸給勇威神駅 贏闖一 現在去到四十幾分 我相信都已經有水位了 昨晚呢 廢哥呢 好像 終於都要回一回氣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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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呢 經常性出現都要讓人 那些金磅呢 歌曲呢 明不明好好聽 你都要弄一隻 第二隻的上來 所以呢 所以呢 我覺得呢 這一場馬裡面呢 就做跟進馬啦 馬防方面 連馬斯賽日 全面藏不去 啊 輸了不用介意 他快閘的 不過呢 不是慢閘啦 不特別快到 但是呢 流口呢 他是一個慢捕捉的受惠者來的 那在昨天的賽事裡面呢 其實 訂大彎呢 都不是那麼有好處的 所以那個滯魚呢 和那個跑道呢 始終 就是 去到貴中打後呢 馬匹省了體力 內蘭那些馬呢 可能會比較好處一點 那回來又追 證明這一隻的老黃鐘呢 現在幾歲 七歲仔 都還有一些的跟兩 那我儲存了它 記得開右下角這個呢 提醒喔 因為呢 你按著儲存呢 馬名轉了紅色的時間呢 就提示一下你這一場呢 金莊令就做了你的跟進馬了 哦 那這隻金莊令 我季初都有跟進過它的 嗯 現在減分下來 只要排好一點的檔位 都足夠了 四班都差 又或者它主動一點就可能可以了 已經 嗯 好 接著就講講今次的賽事 是啊 今次就 我先 我先打頭 是啊 這個第一場呢 就是五班 泥地 就1650米 嗯 剛剛你就說 姚滿輝都褶了一褶 過兒呢 近期都堅持一滴滴仔 都快肯準 大登殿 剛剛也中段變奏得手 嗯 接下來第一場呢 這隻的日就月章 其實在季初場呢 都 在五班跑那場 1650米呢 都相當之高水準 那當日呢 如果你看一看頭段呢 又是那些 超過 總之跑那1650米呢 超過29那些呢 都已經是一些極慢捕捉 不論是谷草也好 泥地也好 那你就看到了 嘩 頭段29個1 接著到第三段呢 1分17秒 比起標準時間呢 都本來萬一秒 第一段 去到第三段 萬足兩秒 那麼 這隻日就月章呢 入到直路都還是 在第十一位 如果你看到這個 即是不用看片 十十一 十十十一 嗯 那麼 最後呢 竟然可以追回第二 而輸個Sophead呢 其實這一場馬呢 基本上他告訴你 他在五班呢 根本是相當之著數的 跑這個路程 是啦 跟著之後呢 他就跑了 1,800 好像呢 漫長一點點 就稍稍下了後勁 那一場 那一場判斷都很有心思 那一場的段速不是很快的 但是呢 轉彎踩上去呢 真的多了那一百 就不夠了 是啊 還有去到上一場呢 也都在跑到是 氣管有血啦 那麼 那麼 那個程度似乎都幾強啊 那個氣管有血 那所以呢 他之後呢 都 休息了差不多三個星期 才慢慢由踏步 然後出大圈去快跳 然後呢 就 登山跑道 再試襲 其實那個操練都幾循序漸進的 那麼這次呢 其實呢 就試回Toto的試回兩個襲 再不斷登山登山 上山操身呢 這隻馬呢 已經是踏起的狀態了 那麼既然呢 如果拿回季初一場賽事呢 套入到這一組呢 那麼基本上 我覺得已經 贏面是很高了 只要跑出他應有的水準 還有這一場呢 除了那些 美滿星雲啊 還有些賽得義啊 飛騰追啊 甚至乎 跑開短途都有前速的星際精英呢 那麼幾隻的前戰馬 加上呢 我想那個步速 就算你不會扯快都好 起碼應該都不會慢得過季初一場二十九秒吧 是 所以呢 所以呢 你原本的步速 不會慢得過之前呢 那麼我相信呢 是比起那一場可以交出更高一點的水準呢 這隻日就月將呢 都已經是夠齊的了 那麼 判斷這次是跑美滿星雲啊 那次是放的 那麼會不會有些麻辣著的時間 就會走快一點呢 實當的嘛 賀賢也真的有幾喜歡上重化的 其實我記得一年多前呢 我們曾經鼠球的節目呢 嗯嗯 就是教堅仔怎麼用啊 怎麼容易些幫到大家去看 就是上重化的馬呢 當時也有很多 究竟的不極光啊 麥爾代夫啊 身近的有珍柚這些 快很準 一旦上重化呢 有表現呢 那麼他都挺喜歡 甚至是把碼頭呢 是會交到成績的啦 好了 那麼跟著呢 我就選了第二場了 那麼第二場呢 就四班千二米 那麼我曾經呢 那麼這場馬呢 有兩顆星呢 就是跟進馬來的 金進星和信心星 但是我相信這一對馬呢 都不會太難的 在這組裡面 因為都挺參差的 那麼如果選擇冷馬呢 在這組呢 還有一隻魚有長距啦 上次你選擇的就是冷馬來啦 不是啊 變成了大熱門 都是贏啦 都是選擇了頭馬來的 那麼我在兩隻的叫做 就是不明問題裡面選擇 一隻就是太陽星 太陽星呢 最近這幾場呢 是輸得比較遠一點的 不過呢 353那場的賽事水準不頑 上一次呢 他谷草呢 就不太懂得轉彎 那麼 他就還是 就是有些變數就是落斑 所以呢 最後呢 我就在太陽星和聖多多裡面呢 選擇了12號聖多多 那麼 看看呢 他在334前一局 1月13號呢 那個賽事片 多檔二場賽事 好了 九檔起步的 藍色眼咒快閘 他又捉著來跑的 那這場馬的步速是偏快的 334 353 sorry 334 334這場呢 就是快步速來的 那麼前面就是威力飛彈 第二碟是專家 新拳福徑 金榜之星 獨步天下 然後呢 就去到這個全能指揮 那裡了 好了 這一隻的尾四 就是聖多多 一路走著三碟 快步速 挺虧的 看看1月13號 有九場的轉彎路程 27隻的相片馬裡面 只得兩隻轉彎走三碟 一隻就是精算謀略 而當天走三碟 有些致性攻略 閃耀 將神 超勁日子 都怕明驅 時時清深這些 之後都可以一場兩場內 就還中了 好了 拼了出最大的我當就是聖多多 跟著在他前面就是 智智多寶 雖然再出就流了鼻血 但是都可以少少 是熱門指標 這隻聖多多 蝕完快步速 他是持續 一路一路追上來的 他是不是站在那裡收僵 那種的 在裡面還有一隻 就是衝鋒萬里 最近上千四都 入了第三 好了 這場的千二 後追就表現不錯 上一次就真情跑千四 他其實都挺快的 他又改用了一個跑法 就跟前 入到直落一騎 就散了 的確是有點失望 但是有時候就是 變數就是 可能他跟前了 就已經用了那段力 已經是不對的馬勝 所以這次 縮回來千二一檔 我估計這一場 太陽星會放的 外面有沒有馬撒過來 其實可能有預有場區 或者電信子彈都未定 這個一檔 如果留手在一個 之前那兩場都快速的 他跟手在中間位 可能會有些變化 所以冷腳裡面 我駁近期都是貼爛的 比較好處 那我試一試這隻的聖多多 好啊 這隻就 看你和丁冠豪會不會 可以 這個 是啊 你和丁冠豪有沒有機會 可以重修舊好呢 曾經都不錯 有些交修的 信心星 金晉星這些 或者東方飛鷹 就是熱門來的 冷腳就給聖多多 大家參考 好 那到我 那之後 還是我先 你先嗎 你是第三場嗎 不是 你是第四場 看錯了 我是第四場 這場有四班跑千六米 好像是哈哈大笑 聽名字就很不陌生 好像以前也有一隻類似的 這個是舊名重用來的 但是 其實原來他五歲仔 在香港只是跑過兩場馬而已 因為其實之前來到香港的時候 他都 周身高弱的這隻馬 又試過一對前腿的肌腱受傷 前腿傷完又到右後腿 之後就流鼻血 其實都有一些傷患底 不過這隻馬 雖然是有一些傷患底 但是可能都是一些高八身的寶藏 以之前 上一手馬房 正正就是高八身 跑完一場之後流鼻血了 好了 文家良 搞完一輪之後 上一次 復出 在一場12米那裡 都追得不錯 都可以看一下這隻 哈哈大笑究竟怎樣追 走檔 白衣 九檔八三 九檔八三 這個一觸 其實已經差不多 抓到了尾 其實當日這一組的水準 都很多人用來做 key race 譬如華麗再勝和光年八十 贏了之餘 顏色大黃 之後跑這個谷草 12米 都是成為了熱門之一 是 那這隻的蝦大笑 其實跑千二 它一定是嚴短的 現在已經是 飛到大外檔 從外面數上來第二隻 現在上來的那隻 紅色眼罩就是超巴星 整條直路都拐在一邊腳 但是一直越破越近 追上來 其實跟那隻顏色大黃 都是差過幾碼位 多少少而已 也是贏了那些 大家都久悠復出那些 風山水器 也是可以在那隻風山水器那裡過終點 就是之前過終點 那這隻蝦大笑 這場的表現 其實一點都不差 而且如果看回這隻馬 在外地 跑過一場馬 看回這個 海外賽職 贏過一場 當時一出已經是 贏了一場千六米的膠沙地 那 就是告訴你 跑千二根本是嚴短的 所以上一次 而那個的表現 是可以再加分的 那這次呢 再前 再拍多 有兩課的拍跳 那麼 放了報紋上去 那這些傷患了那麼久的馬 不會再走去等的了 總之呢 一有少少方法 就馬上要用的了 如果不是 什麼時候再閉嘴 或者什麼時候再流鼻血都不知道 那這一點 這一點 十分之認同 就是電源指矩上一次 一有少少走勢 報紋 快點 那些電力不太久 快點 拼一拼它先 是啊 所以這隻呢 我想這一場都會把握一個機會 在這裡捏一場先 看看夠不夠跑 不夠跑 還是之後再算 但是呢 我覺得這隻馬呢 因為來了香港已經兩季了 這隻北半球馬呢 是適應了水土之餘呢 其實那個心智已經很成熟了 嗯 所以呢 他剛剛上一次 都交到一個表現呢 其實都是反映到這隻馬 可能有些分在手的 那這隻哈哈大笑呢 這次一定有些賠得的 都應該是 那麼 介紹這隻的暗牌馬 給大家去參考吧 第四場就沒有什麼佈蓄的 預計 哈哈大笑在外地 剛才你說的那場1600米呢 他的手很威力跑的 那報紋 昨天精靈勇俊都可以 拍過來很舒服 到又不搶口 都很輕鬆 看看他會不會這樣跑 好了 那剛才你說的賀賢 就是人望無幾可的時間呢 我又選一下他了 選了第六場 十三馬 北海道 這一匹馬呢 好像血統 或者他翻步呢 其實應該滿樂士的兒子 都是應該要跟 就是跑長一點 那樣對 但是他似乎上了1600米之後呢 就有些琴鞋扣下石 一般的 上一次縮回來1200米 是菊草 除了眼罩有些新鮮感呢 他不算跑得很差 那他一咬一瀑 瀑了在一個中間位置 哇 我心裡想 幣加貨了 就是經常拼一些變數 但是怕他真的太過被動 厚了一格 結果呢 他入到直路呢 很快轉對腳 不用怎樣擺一隻 他就肯衝了 剛剛說過了 401這一組的賽事水準呢 也是不差 昨天如果大家是堅仔會員 看到尾場呢 這個貼士欄裡面 波仔有說到這場的401 拿了無限美麗做膽 然後差不多拿了這一組的配腳 這一組裡面呢 就拿了多利神區 因為這一組的斷速 前萬後快 應該都是一個不錯的賽事 就是那個斷速水準結構 結果現在你看到時進鋒出去贏的 超龍中再出 DT捉到第三 然後還有勇進當瑞 彈披繩都好 都有一些能力 然後還有多利神區 精春力量呢 昨天也不算太過分 有而喜悅呢 在內檔裡面 輕輕有兩波追一下 說回北海道呢 其實他就 在跑谷草來說 他有追 又追上來 輸三個多馬位 你好像感覺上很遠 不過頭二馬是拋掉群區的意思 這次呢 在這個四番千二 過來填草 李英的長直路會比谷草好 還有這一組呢 會有進王星 八路初出的一隻銅牆和順 九號的獎金大少 都有些的前速 希望他們呢 一齊就在前面 扯快一點 不知道會不會百發百種都搶賣 這麼搶口 所以呢 這個八檔的北海道呢 我希望有一個正常的捕捉 過來填草有些新鮮感 那博下藍滿就選了這隻十三號馬的北海道 希望這隻北海道 其實這隻很帥仔 是啊 之前都 這個進度都有點卡住 我們看看是不是 究竟是 這個物言回首呢 原來跑短 好過跑的中距離 好了 那重複一次 這次我們四匹的藍滿三水先 好了 馬燒燒第一場呢 就選了五號的日就月章 波仔選第二場 就是十二號的勝多多 好了馬燒燒就選了第四場 這隻一號的哈哈大笑 還有一隻 第六場 四班千二 波仔選擇十三號 北海道的 好了 四隻的深水馬呢 介紹完之後呢 也都有一點點的預告 如果大家呢 看完這個波仔的賽前的分析之後呢 其實它在臨場呢 結合這個場地的形勢 和這個賠率的指數呢 提供的貼士都相當之準的 所以呢 三月三號呢 如果大家想聽波仔臨場的分析呢 就可以去到這個葵涌的體驗店那裏 訂一個餐 坐下來慢慢聽波仔講馬吧 那如果你覺得葵涌好像不太快 三月二十四號的時間呢 也可以去到中環了 那麼體驗店裏面呢 聽一下小公子 打給裡面呢 我說經典杯 先打頭陣 檢視了經典杯之後呢 在西那一輪 那麼到時呢 打給你究竟哪幾隻呢 還不知道 到時呢再去看看你的發揮 哦 但是我好像也是在葵涌 在葵涌嗎 是啊 哈哈 中環呢 就是三月十號呢 波仔呢 是啊 就是會在當日呢 在那裏講這個 呂魂顏熙紀念杯 這個永遠美麗 大鬥這個金鑽貴人的 如果叫我賣廣告 一定不合格了 這個稱職很多 這個到時呢 有 我是Marketing出身的 那麼 這個呢 中環體驗店呢 有這個Lady M的千層蛋糕呢 是 真是那件蛋糕都值回票價 還有兩杯飲品 加多個主菜呢 哇真是 二百二十八塊呢 簡直是超值的 所以呢 很多日子要記 很多日子要記 但不用怕 去追蹤我們的Facebook page 一樣可以看得到 最重要呢 都要下載堅仔 可以看到了 裡面呢 就是第一場 完全是免費給大家使用 再說一次的優惠了 去到今天 就完結了 是啊 183元而已 這個雙年費的優惠 今天呢 2月29日就是最後一日了 真的要 就盡快打55361016 跟同事去聯絡吧 是啊 再說一次 3月3遺充 3月24也是遺充 沒錯 3月10日就是Lady M中環 好了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如果想知道更加多 堅仔的日月年費的詳情 55361016 這個電話就在WhatsApp 或在致電去查詢一下 好了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次我們堅仔纳馬精選 再跟大家聊 拜拜 拜拜